美國國務院官員星期五稱,拜登政府決定推遲國務卿布林肯即將舉行的北京之旅。 此前,美國發現一個中國偵測氣球在蒙大拿州的敏感核設施上空徘徊。 布林肯原定2月5日至6日訪問北京, 另外5年來美國高級外交官的首次訪問。 但據致情人士透露,正查氣球的發現讓官員們相信現在訪問會出錯誤的訊號。 星期五,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說, 證實這一艘無人飛艇來自中國,屬民用的性質,用於氣象等科研。 聲明稱,受西風帶的影響, 而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,該飛艇嚴重遍離預定的航線。 中方對飛艇因不可抗力誤入美國表示遺憾, 中方將繼續與美方保持溝通, 妥善處理這次因不可抗力導致的意外情況。 當日早點的時候,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無寧頓促美國不要炒作這件事。 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, 中國是負責的國家一貫嚴格遵守國際法, 無意侵犯任何主權國家的領土領控。 美國國務院官員說, 美國注意到中國已經發表了一份表示遺憾的聲明, 但稱氣球的出現是嚴重違規行為, 需要作出強烈回應。